Now game's over Who's gonna be with us Chop this Hello大家好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春夏季爱用的一些底妆产品 那我秋冬秋冬的时候做过一个底妆大厂 然后好像很多人都很喜欢底妆那个主题 那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近期比较常用的一些底妆品 那先讲一下我今天的饰品 这个choker 我知道一定会被人问 因为我今天出门带它 就已经有人问我是从哪里买的了 那这个呢是从yesstyle买的 我觉得yesstyle这个网站还不错 但是就是你要讨一下 就是它东西特别特别的多 你可能就是要仔细的去看 然后还要去看一些review完的一些 然后才考虑购买 那我这个choker是一个three layer choker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我会把这个产品的链接放在影片下面的信息栏 这样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买买看 好那首先呢就从primer开始讲起 primer我最近比较常用的就是这两个 那先来讲这个好了 这个挺有名的 这个banila code的primer就是一直都非常有名 它的classic primer 那这款呢是他们家新出的这种光泽的 有带珠光的这种primer 它叫做blur 我一般听到这个名字我会以为它是遮瑕毛孔的这种 但是它不是 它是这种有点贝壳光的这种primer 对 就是如果我今天想要打造比较珠光感的这样子的妆感呢 我就会涂这个primer 你刚涂上去你会觉得哇好亮啊 会不会显毛孔啊之类的 但你就推开之后它就完全不会 它就融在皮肤里面 你们看 这光泽感 超美的 有没有 对它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就是像从皮肤底层透出来的那种光泽感 所以如果我今天是追求比较光泽感的妆容 我就会用它来打底 它的质地比较像乳液 非常的清爽 我觉得干肌油肌都可以使用 也不会闷痘痘啊或是任何的问题 毒色毛孔都没有 我觉得它没有遮盖毛孔的效果 但是你涂它也不会感觉毛孔那么夸张 就是那么明显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就是还可以接受 就是你如果是真的有毛孔粗大的问题的话 你可能就是避开毛孔粗大的那种鼻翼啊什么的部分 然后把它涂在颧骨啊 额头鼻梁还有下巴 这种你需要打亮的位置就可以了 对这个还蛮不错的 那另外一款呢我自己是强烈推荐大家出去晒太阳的时候可以涂的primer 它是来自armk 然后它们家的底妆我一直非常的喜欢 我也是从大学时期就开始用到现在已经是很多年了 它这个primer是一个什么UV protection那种primer SPF45PA四个加 那如果说是今天是大太阳 然后我想要加强我的防晒的话 我就会涂这个primer 它里面有一个滚珠 是需要摇一摇的这种 你把它摇匀之后呢 就挤出来 挤出来之后它也是这种乳液状的感觉 挺好推的 推出来就是有点水水的 蛮润泽的感觉 然后涂到脸上呢是完全透明的 它不会像有一些含SPF的primer 你涂上去皮肤之后 它会让整个皮肤上面有一层泛白白的那种感觉 就感觉底妆很假 它完全不会 它就是涂上去是完全透明的 就像防晒一样的感觉 那我自己个人的philosophy是 如果你想要防晒有效 就要一层一层的叠加 这样让你的防晒起到一个非常完美的保护 就可能你出一点汗 它稍微脱掉一点 它里面还是有一层可以保护你的皮肤 所以如果真的是非常大的太阳 然后我要在户外活动的话呢 我就尽量会选择擦一层防晒 然后再擦一层这种有防晒系数的primer 然后再擦一层有防晒系数的底妆 然后就一层一层这样叠上去 就是确保防晒就算出汗 它也不会完全的脱落 然后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样子的方法 然后目前为止是觉得还挺有效的 所以这款就是大太阳天的时候出去会涂的防晒 然后它也是不会有堵塞毛孔的效果 也不太会有遮瑕毛孔的效果 然后大家就只要记得涂之前摇摇就好了 如果你不摇的话它会水油分离 所以记得涂之前一定要要一样 下面呢就是讲到底妆 就是粉底的部分 我就从遮瑕度最轻的开始讲 然后就是慢慢往上走 就是遮瑕度越来越高 那遮瑕度最低的呢 我常用的也是我每天上班最常用的底妆 就是这个SK2的CC霜 这个已经用到快用完了 好开心哦 底妆空瓶就是有一种 非常有成就感的感觉 对我是希望今年秋天之前可以把它空瓶 因为真的剩的不多了 那这个SK2的CC霜呢 它非常好的一点是它是SPF50加PA4个加 所以它本身防晒系数非常的高 而且呢它因为是CC霜的原因 所以它上上去的那个感觉是非常的清透自然的 然后就像你本身皮肤一样 那我的上法呢是会挤一蹦多一点点 然后就是用淡淡海绵上脸跟脖子 然后我基本上上它是一天都不用补妆 甚至我下班之后去运动 就是它初换之后那个感觉 就是还会有一点点的粉底在 然后就是那个感觉还是很好看的 就不会脱落太多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它持妆度很不错 如果你是就是打了primer然后再上它 然后稍微再剔去可能铺一点点蜜粉 它的持妆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又非常非常的自然 所以我觉得学生族或者是你皮肤本身没有太多瑕疵 或者是上班都很适用的一个底妆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想遮瑕度稍微再高一点呢 我就是推荐这个CLIO的Water Me Please BB 就我之前之前的影片好像也跟大家分享过吧 这个是我试过很多很多款这种霜状的韩国的BB霜里面 我最喜欢的一款 我觉得它遮瑕度够 持妆力够 然后又清透好推 然后而且它还有SPF30PA++ 就是比较不错的防晒系数 所以我觉得各个方面来讲它在我心目中 就是我试过的韩国的BB霜里面 就是气垫除外了 就是这种涂抹式的BB霜里面 应该数一数二的 对 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然后它的颜色又很自然 我记得它好像是只有一个色号吧 我没记错的话它应该是只有一个色号的 但是就是差不多我是NC20 夏天可能有25左右的那种皮肤 然后我觉得你涂它就OK 然后它不太会有氧化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些BB霜可能刚涂上去就是很亮 然后之后它就会暗掉 它不太会有这种现象 就是一直都是可以保持一个很明亮的状态 所以很不错 大大的推荐 我就在Amazon就买到了 所以你们可以直接去Amazon买 如果在北美这边的人的话 再来呢遮瑕度再高一点的 就是这款气垫 然后它是这个OHUI OHUI这个牌子的气垫BB 然后它不是所有的气垫BB都长的样子 这个包装是一个限量的包装 是之前我在Maybee Korea买的 我觉得很好用 然后它就是那种 我买的色号是1号 然后跟我的肤色很贴 然后它附的这个粉扑啊 现在有点脏脏的 因为我最近一直在用它 所以还没有来得及吸粉扑 所以它有点脏脏的 但它那个上到脸上的感觉 就是那种非常 非常非常的服贴 然后就是溶进皮肤的那种感觉 然后完全没有氧化现象 上上去的遮瑕度大概是中等左右 我觉得 然后它不会太光泽的那种妆感 多数的BB霜我觉得都是有一种很有光泽感的妆感 它这个不会 它其实就是比较自然的这样一个妆感 它也不会太雾面 就是它不会遮掉你皮肤自然的光泽感 但是它也不会让你有一种满脸泛光的那种感觉 它就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妆感 是我自己夏天非常喜欢的这种妆感 就很干爽很干净的这种妆感 然后呢它持妆度我也觉得非常的好 然后有人想让我做这个气垫的测评 这个之后我可以 我有在考虑把它拿跟其他几个比较有名的气垫 做比较性的测试 让我再计划一下这个影片 但是我也许会拿它来做测评 因为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用 而且是我觉得一个比较underrave的产品 就是没有很多人知道它 对 如果你是那种皮肤有一点小瑕疵 但是又不是特别特别明显的瑕疵 然后你希望有一个中等车瑕度 自然妆感持久的底妆 强烈推荐这一款 那下面一个就是 如果你想要买欧美这边的底妆 就是你可能比如说买一些韩国日本的底妆产品 没有那么方便的话呢 我可以跟大家推荐的一款呢 就是这个 Estee Lauder的Double Wear To Go 这个是就是我很不经意之间 就是听到的一个产品 就是之前微博上面好像有人做分享 然后我就被种草了 因为我就觉得说 感觉很不错 就是有一点点像七点BB的概念 但是它不是一个七点BB 它是这种便携式的粉底 里面呢 附了一个这个海面 也是脏脏的 我最近有在用了 然后呢 它是这种压一下的 它前面有一个这个Button 然后你压一下 那中间就会流出来这个粉底 然后你就用这个海绵呢 沾这个粉底 在这边给大家试好了 然后这样子拍上去 它里面就好像就是那个 Estee Lauder Double Wear的粉底 但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感觉 我之前试过Double Wear的粉底 我觉得就是试在皮肤上的感觉 这一款好像比Double Wear 就是要再保湿一点点的感觉 就是没有Double Wear 在我的脸上那么干 所以我自己非常的喜欢 因为我虽然就是想要 持妆度非常好的底妆 但是我毕竟皮肤非常的干 所以我比较不能够用那种 太雾面 就是太干的那种粉底 然后这一款呢 我觉得它的粉体 就是偏湿润的那种 然后但是呢 它的持妆度真的非常的好 就是它可以十个小时 不补妆都没有问题 就是完全不会有脱妆的现象 然后也不会让你觉得 特别的干 那因为它本身就是 有一点点半雾面的那种质感了 所以我上完它之后 就可以不用铺蜜粉 就是直接就让它 就这样涂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它这个海绵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就附赠了这个海绵 因为它就是 我觉得比较不会浪费粉底 它不会吸太多的粉底 然后你每次就是用海绵 沾一点粉底 然后就这样拍上去 它妆感就是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漂亮 有一种半雾面的 遮瑕度中等的 这样子的一个 底妆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你不是那种 脸上瑕疵特别多的人 可以不用遮瑕膏 它的遮瑕度是够的 最后一款呢 是最高遮瑕度的 一款底妆 就是这个 这个相信很多人也听过吧 这个是那个Tarte的 Amazonine Clay Full Coverage Foundation 听到这个名字 大家应该就知道 它是非常非常的高 遮瑕的一款粉底 因为它就是Full Coverage嘛 然后它就是可以把你脸上的一些 雀斑啊 痘印痘疤啊 任何的瑕疵都可以遮得住 然后我上它的方法是 用一个Kabuki Brush来上 或者是用 那个Beauty Blender来上 这两种方法都是OK的 上出来的感觉都很不错 用Brush上出来的感觉会更加Full Coverage 用海绵上出来的感觉会比较清透一点 因为海绵它会吸掉一点粉底嘛 然后它就会上出来是比较 稍微比较清透一点点的妆感 对 然后它也是有 Brush Spectrum SPF15的那个防晒系数 然后是完全无油的配方 它持久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我基本上没太有机会就是持妆多过10个小时 但是它也是10小时不用补妆的那种底妆 我之前真的非常非常少试用这种Full Coverage Foundation 因为我就觉得说我不喜欢那种很面具感的粉底 就是把脸闷住 然后整个很厚很厚的那种底妆 我自己是不喜欢这样子的底妆的 所以我非常少试Full Coverage的粉底 但之后就是听了很多人review这个粉底说 它虽然Full Coverage 但是非常的light 然后一点你都不会觉得闷 然后或者是很厚重的感觉 所以我才想说买它来试试看 果不然就是 对这些review都是非常的诚实的 就是它的确就是不会有那种面具感 不会有很闷很厚重的感觉 上出来就是非常有一种airbrush的那种感觉 就是非常完美但是又很清爽的那种底妆 对这个就是推荐需要遮瑕度的朋友来用 而且我觉得油肌干肌都可以用 它是不干但是又不会出油的那种粉底 很棒的产品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近期比较爱用的一些春夏的底妆产品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 都可以到下面的留言板留言给我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记得帮我按一个赞 那下周呢希望能够给大家录一个get ready with me 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上妆手法 和一些夏季不脱妆的小tips 可以分享给大家 所以记得周日回来看哦 那我们下周日再见 拜拜 拜拜